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试图利用经济关系拉近与台湾的距离 但并未取得成效 周大福官方否认家族内部矛盾的传言 此前家族长者接受采访时提到了这个问题 SUNAF面临压力 因为英国2022年的近移民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美国的压力下 阿联酋加强对俄罗斯企业的监管 英国创下了一项保守党不希望看到的移民记录 请大家收看 中国试图利用经济关系拉近与台湾的距离 但并未取得成效 华尔街日报 台湾企业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并越来越转向美国和其他市场 中国曾希望通过让台湾人民相信 他们的经济未来与中国密不可分 来应得对台湾的控制 然而 去年美国首次取代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农产品的顶级买家 这是转变的一个迹象 根据台湾政府的数据 2023年前10个月台湾对美国的出口 比2018年同期增加了80%以上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则下降了1% 台湾的对外投资也发生了变化 转向东南亚、印度和美国 特朗普时代的关税和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提高了从中国采购的成本 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了这种采购 中国还禁止了台湾的农产品进口 限制了对台湾的出境旅游 这促使台湾企业寻找其他市场 美国和台湾在5月达成了一项关于加深双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协议 周大福官方否认家族内部矛盾的传言 此前家族长者接受采访时提到了这个问题 南华早报 香港珠宝林受伤周大福否认了有关继承计划引发家族内部纠纷的传闻 副主席郑志恒,Conroy Chin-Chihan也是控制地产开发商新世界发展的政家成员 他明确否认了有关家族不合或财产纠纷的传闻 该家族拥有一个估值约289亿美元的商业帝国 包括珠宝、房地产和能源等利益 SUNAF面临压力 因为英国2022年的近移民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 美联社 英国政府面临压力 要解决移民问题 因为国家统计局的新数据显示 近移民数比先前估计的更高 修订后的2022年12月近移民数为74万5千 远高于先前的60万06千估计 保守党在2019年的选举中重新当选 并承诺收回我们的边界 现在被敦促在明年的大选前采取行动 政府已表示可能会引入进一步措施来降低移民水平 在美国的压力下 阿联酋加强对俄罗斯企业的监管 彭博社 为了解决制裁逃避问题 并从全球金融行动特签组的监察名单中被移除 俄罗斯在阿拉伯联合球场国 阿联酋的企业正面临着当地银行更严格的审查 自2014年乌克兰入侵后 俄罗斯资金流入阿联酋的速度已经放缓 因为银行越来越多的拒绝交易 要求更多文件并封锁资金 阿联酋官员一直在努力加强制裁和归信 因为美国、英国和欧盟向海湾国家施压 要求其解决非法资金流动问题 并关闭用于规避贸易制裁的渠道 英国创下了一项保守党不希望看到的移民记录 纽约时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2年英国的合法移民人数创下了记录 达到了74万5千人 这给承诺限制移民的执政保守党带来了政治困扰 这一数字比之前的估计60万06千人增加了一倍 也标志着英国脱欧后合法入境人数的翻倍 其中一部分增加预计是暂时的 因为来自欧洲以外的学生和来自乌克兰 和香港的难民人数可能会下降 香港报告一个月内第二例猪瘟病例后 将扑杀1900头猪 路透社 香港宣布计划在确认一个月内的第二起非洲猪瘟 ASF病例后 扑杀近2000头猪 受影响的猪将于11月25日被扑杀 因病毒在一个本地猪场被确定 11月初 元朗一个农场爆发ASF 约有5600头猪被扑杀 目前尚不清楚第二起病例是在同一个农场还是另一个农场 农业 渔业及自然保育署表示 扑杀将不会影响本地屠宰场的运作或活猪的整体供应 国泰航空表示 预计自2019年以来首次实现年度盈利 彭博社 国泰航空预计将在2019年以来首次实现年度盈利 这表明该公司在疫情后的财务恢复强劲 该航空公司预测下半年的利润将超过上半年的成绩 而上半年的成绩已是11年来最好的 虽然国泰航空的恢复速度相对较慢 但它预计乘客流量将在2023年底达到疫情前水平的95% 然而 该公司还强调了航空业面临的几个挑战 包括招聘和培训问题以及供应链限制 揭示了Rishi Sunak的移民危机的七张图表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 修订的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 英国的净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4万5千人 这一数字是英国脱欧前的三倍多 也是现代英国历史上净移民人数增长最快的一次 这一增长归因于对技术工人实行更自由的移民积分制度 吸引更多外国学生的政策 以及人们逃离乌克兰 香港和阿富汗的冲突 净移民人数的激增还导致了自1962年以来人口增长最大的一年 独家 随着美国加强对价格上限的监管 希腊船东退出俄罗斯石油贸易 路透社 三家希腊主要航运公司为了避免美国制裁而停止运输俄罗斯石油 Minerva Marine Finna Maris和TMS Tanker49月和10月以来都大幅减少了运输俄罗斯石油的参与度 这一举措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打击 因为它减少了可用于将其石油运送到亚洲、土耳其、中东、非洲和南美洲消费者的航运公司数量 据消息人士称 中原租赁有限公司主席面临调查 日经亚洲 根据消息来源 中原海运发展董事长刘崇英调查被当局拘留 该公司是中原海运的金融和租赁部门 表示刘英、个人原因辞去所有职务 刘在三家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的职位也宣布辞职 据信 这次调查是中原海运内部反腐行动的一部分 刘可能涉及对上海商人米春雷在2015年对中原海运的争议性投资的调查 在安德森教练的带领下 香港足球重新充满了乐趣 明星后卫月说道 南华早报 香港后卫与子南赞扬主教练安德森为国家队注入乐趣 并将他们转变为进攻力量 在安德森的带领下 香港变得更有野心和娱乐性 余子南在最近与土库曼斯坦的世界杯预选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余子南和埃福顿 塔玛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右侧联盟 将在明年1月香港重返亚洲杯决赛中扮演重要角色 余子南承认还有进步的空间 并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训练营中给教练留下深刻印象 世界正在从美国主导的秩序转向多极化秩序 新加坡的乔治、杨 南华早报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相信 当前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不是衰退的迹象 而是从美国主导的秩序转向多极化的过渡阶段 杨荣文在香港的一场书籍发布会上发表演讲 讨论了美中关系、以色列、加萨战争和香港的未来等一系列话题 他表示 世界正在经历一个由技术革命推动的巨大转变 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紧张局势是新世界婴儿的阵痛 杨荣文还谈到了中国的崛起 表示中国不是对美国的威胁 而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的威胁 杨荣文还讨论了西方对华为的怀疑 表示西方国家出于情报考虑制定了针对该公司的政策 最终却束手无策 他认为外国投资的下降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并不构成威胁 因为中国不缺资本 他还认为 香港人对新加坡的困扰比新加坡对香港的困扰更大 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是由香港的不安全感驱动的 最后 杨荣文讨论了中国的腐败指数 表示如果腐败加剧 可能是该国长期衰退的开始 移民记录如何支付保守党减税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的移民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将为财政部提供资金 以实现本周秋季声明中宣布的减税计划 经济学家表示 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6月 净移民人数达到了67.2万人 较去年的60.6万人增加 ONS还将2022年12月的净移民估计上吊 称其达到了创纪录的74.5万人 净移民的增加将在4年后 使年度税收增加约180亿英镑 227亿美元 财政大臣菲利普 哈蒙德本周宣布了价值200亿英镑的减税计划 预算责任办公室 OBR 曾预测由于脱欧 移民人数将下降 但自2022年3月以来修正了其预测 OBR的分析表明 增加100万名移民将带来50万至60万名更多的工人 同供应重新考虑 因为野链厂处理费用下降 路透社 中国的矿工和野链厂商在2024年同处理费用和精炼费用 T系斜线RC尚存在分歧 野链厂商要求更多 而供应商无法满足增加的需求 智利同矿商安托法加斯塔和中国金川集团之间的 基准交易低于预期 表明明年同浓缩物市场将更加紧张 随着自由港麦克摩兰公司 在印尼的格拉斯伯格矿场 推出其美女儿野链厂 预计进一步收紧市场 该野链厂每年能够处理170万吨的浓缩物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 神秘儿童肺炎传播的数据 英国每日电讯 世界卫生组织 HU 已要求中国分享更多关于一种影响 该国儿童的未诊断呼吸道疾病的信息 自10月中旬以来 中国几个城市的医院接待了大量患有肺炎的儿童 引发了一种新病原体可能负责的担忧 中国的医生和卫生机构认为 呼吸道荷包病毒、RSV、流感和支原体肺炎 是导致患病激增的原因 然而,国际专家对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透明度提出了质疑 HU 现在已正式要求提供有关儿童呼吸道疾病报告集群 和对医疗系统的当前负担的更详细信息 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长龙的视频和图片 显示父母们在等待为他们生病的孩子接受治疗 报告的症状与冬季通常见到的病原体 如RSV、不一致 这引发了一种未诊断的呼吸道疾病可能正在传播的猜测 批评者指责最初发出警报的公共监测系统Prom草率下结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从中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 香港珠宝业的家族纠纷 到英国的移民问题和国泰航空的财务恢复 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故事 现在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的背后故事吧 首先 我们谈谈中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 中国一直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拉近与台湾的距离 但最近的数据表明 这一策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相反 台湾企业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转向美国和其他市场 这一转变可能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 和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 以及中国对台湾的限制措施所导致的 对台湾来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它为台湾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多样性和市场机会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香港珠宝业的家族纠纷 周大福是香港知名的珠宝零售商 最近有传言称家族内部存在纠纷 然而 公司官方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家族关系良好 这对周大福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声明 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公司形象的稳定 并维持市场的信心 然后 我们来谈谈英国的移民问题 根据最新的数据 英国的净移民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让执政的保守党面临压力 因为他们在选举中曾承诺限制移民 然而 这一数字的增加也为英国的财政部提供了资金 可以实现他们的减税计划 这显示移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政治挑战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阿联酋对俄罗斯企业的监管加强 由于美国的压力 阿联酋加强了对俄罗斯企业的监管 以解决制裁逃避问题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打击 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银行将拒绝与俄罗斯进行交易 并要求更多的文件和限制资金 这是美国等国家对海湾国家施压的结果 要求他们解决非法资金流动问题 然后 我们来看看国泰航空的财务恢复 国泰航空预计将在2019年以来首次实现年度盈利 这表明该公司在疫情后的财务恢复强劲 这是一个好消息 显示航空业正在逐渐恢复正常运营 并且对未来的展望乐观 最后 我们谈谈中国的儿童肺炎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儿童肺炎传播的数据 这是因为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些儿童肺炎病例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的医生和卫生机构表示 这是由于呼吸道荷包病毒等原因导致的 然而 国际专家对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透明度提出了质疑 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这一疾病的数据 总结来说 这些新闻故事提供了我们对当前世界局势的一些洞察 从中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 香港珠宝业的家族纠纷 到英国的移民问题和国泰航空的财务恢复 这些故事反映了我们所处的多变世界 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当前世界的形式 并引起你们的思考 现在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